PPS-09 yoh 哈囉 歡迎來到至高的收藏 今天 我們要帶來的開箱是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式的 井澤淨漿 此款為EXQ系列 本次的入手價為台幣430元 那我們就先來開箱吧 這隻淨漿在零件的數目上來說 還算蠻多的 但並不難組裝 唯一比較困難的地方 就是要把刀子裝在手中 因為刀柄沒有分件 所以必須把手指輕輕掰開再套入刀子 我想整件作品最吸睛的 絕對是那輪廓分明的水滴奶 加上描摩細緻的景深衣皺褶 一定令各位目不轉睛 在頭雕的部分 變相上少了在動畫中 竟將溫柔之性的一面 反而展露出認真戰鬥的神情 仔細看會發現眼睛的印刷 在細節的表現上非常的優秀 我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是膚色的使用上比較死白 在頭髮的部分 飄逸感與髮尾的細節處理上 都有蠻不錯的水準 配上充滿躍動感的姿勢 和白皙的披風 讓整個作品加分了不少 再來我們就來看到配刀的部分 刀身整體金屬色的使用上 還蠻不錯的 但與刀痰的連接處 可以發現到明顯的翼膠 而刀柄尾端則有明顯的翼漆現象 這點真的蠻可惜的 最後在底座的部分 巧妙的運用史萊姆的造型 來固定左腳 並配上一根支撐感 來維持整件作品的平衡 就以底座來說我覺得 設計上蠻用心的 綜合來說如果有喜歡轉身成 史萊姆這部作品的朋友 這支竟將不妨可以考慮看看 畢竟EXQ系列 在這部作品的角色上 一直都有不錯的表現 之後六七八月 還有預購 豬菜以及粒母鹿 預購價都是360元 如果有喜歡的朋友 也不要錯過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的開箱 - 請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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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追蹤我們的 Facebook 跟Instagram 未來有希望開箱什麼玩具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See you